天门门主月龙轩恐怖如斯 竟然用出一招40米大刀 击败了天下第一高手明月公主 从此放眼天下在无敌手 与此同时 宇文普点燃了一根隐姓 准备烧死博二庄内的各派高手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 一个身患重病的女人到来 女人听到了隐姓燃烧的声音 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 于是她强行运起魅力 一掌打碎暗藏隐姓的墙壁 熄灭了正在燃烧的隐姓 让宇文普的算计功亏一篑 紧接着女人来到一尊香炉前 转动机关打开了封闭的铁门 放出了被困住的各派高手 贺云天刚出门便见到了女人 随即拱手向女人致谢 女人身患重病强行动用内力 吐出一大口鲜血后晕倒了过去 画面一转 自以为计划得逞的宇文普 大笑着想要逃出博二庄 却被小江和雪宇拦住了去路 宇文普本来没把两人放在眼中 可当两人拿出了两块令牌后 当即让宇文普脸色一变 宇文普冷哼了一声 表示他虽然当不了赌盟的盟主 却杀死了前来参加大会的各派高手 也算是将功赎罪才对 小江文言念露嘲讽之色 说出宇文普的计划没有成功 各派高手已经逃出了博二庄 所以宇文普今天必死无疑 宇文普本来武功不弱 单打独斗能胜过小江或者雪宇 可他之前与武林盟主贺云天一战 被贺云天打成了重伤 再加上小江雪宇佩分默契 战力一加一大于二 宇文普支撑了十招不道 就被雪宇的长剑刺穿了胸膛 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但斩查时间后 无忌返回博二庄石 见到了重伤垂死的宇文普 宇文普这个老家伙 痛恨小鱼和无忌两人 破坏了他的所有计划 竟然拼着最后一口气 要杀了无忌 宇文普掐住了无忌的脖子 随后又拔出无忌的长剑 要一剑杀了无忌陪葬 未曾想他的伤势实在太重 还没有杀死无忌 就已经命丧黄泉 无忌见宇文普死去 上前要拿回自己的配件 哪知宇文霜这时赶了过来 误以为是无忌杀了宇文普 瞬间对无忌杀心大起 宇文霜眼见为时 根本不听无忌的解释 执意要杀了无忌替宇文普报仇 无忌一位躲避险象还生 幸好一群武林人士追了过来 他们的目标是宇文霜 宇文霜身之双拳难敌四手 只好施展轻功逃之夭夭 无忌回到博尔庄后 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小鱼的青梅竹马痘痘 先是被马总管的飞镖打伤 又吸入了大量的毒气 如今一息尚存危在旦夕 而神医长春却不知所踪 就在小鱼和无忌一筹莫展之际 一名华山派弟子前来传话 说是那个救了所有人的女人 只明点性要见小鱼和无忌 因为女侠现在怎么样了 原来她已伤患重病 为了救大家 她抢用内劲打破墙壁 触发救病 恐怕 导于和无忌听华山弟子的口气 显然女人是凶多吉少 与此同时 贺云天询问起了女人的来历 女侠舍身救人 实在难度 为请教理侠高兴大名 我是凤无缺的妻子 郭若兰 原来女人是武灵神化 凤无缺的妻子郭若兰 郭若兰说出了二十年前 霸刀杀死四大门派掌门 贺云天曾到百花谷求救 两人有过一面之缘 贺云天文言这才想起 眼前的女人的确是郭若兰 没想到她竟然还活着 就在这时无忌和小鱼到来 贺云天连忙介绍了起来 而郭若兰见到无忌 也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无忌 其实 你是我跟凤无缺所生的儿子